大家好,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的YouTube Channel 時間 又我來自澳洲的真bc,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希望你留下建設性的留言 好了,今節我們就說說 這件事其實在島內的商家已經是罵得廢廢洋洋 發生什麼事呢?發生什麼事呢? 原來,真是 如果真是成了的話都很嚴重的 那就是中國大陸 其實商務部 4月啟動對台灣貿易壁壘調查 初步結果就認定 台灣涉嫌違反 世界貿易組織WTO相關的規則 將終止或部分終止一個協議 就是ECFA ECFA就是ECFA 中止會怎樣? 那就麻煩了 對台的稅務優惠 可能全部都沒有了 也可能是部分都沒有了 等下你會牙斬斬 ECFA全清是什麼呢? 就是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 如果真是取消的話 大陸針對台灣地區現在的調查 有2509個項目 恐怖啊 恐怕有幾百個項目會被選中的產品 在10月12日大陸就公佈第一波結果 事實上並不是指ECFA 比ECFA範圍還要大 是整個貿易壁壘調查 其實台灣地區有很多產品 都不讓大陸進口 比如在台灣 可以吃到 美國、日本、南韓 還有法國的蘋果 就是不讓進口大陸的蘋果進來的 又是什麼理由呢? 因為人家是鬼佬 日本不是 反正 反正哪裏都可以 就是大陸不行 這個是典型的歧視 我覺得 大陸現在調查2509項 恐怕會有幾百項的重招 如果大陸公佈 然後台灣沒有調整 不讓人家的東西進入台灣 即是不讓大陸的東西進入台灣 大陸就可以 用 相同金額的台灣輸出 到大陸的產品 來作為一個 反擊的 動作 當然 很有可能就是ECFA入面的項目 當然你可以說 我們台灣怕什麼 又來 因為 台灣地區有一些 早收 清單是到大陸的 大陸不太可能 是 制裁電子零件之類的東西 所以 要入來的 都是 傳統產品 傳統產品就是ECFA的項目 好像 成衣工會 就估計 如果 令到大陸的 衣服直接賣到台灣 台灣 大概 要 賭三分之一 所以台灣如果不調整 就知道出口的痛 即是 你不肯讓他進來 大家用回等量的東西 額對 對著你 如果調整 也就是進口 一定 就會 跟本地的產業發生競爭 所以 負責經濟的花姐 黃美花 就應該令到產業升級 升級 其實 這叫台灣有幾特別的 說真的 它最先進的有 台積點 它有些是傳統到鬼 即是 古葬味 古葬味 台灣到 中國大陸 有 45%是傳統產業 EFRA大概佔 9% 其中 以EFRA來說 台灣到大陸大概55% 是電子零件組件 那個 是沒有關稅的 而在傳統產業當中 剛才說EFRA佔9% 實際上比例都挺大的 因為農產品在裡面 農產品 之後就是紡織 石花 當然還有工具 機械等等 比如說 這次中國大陸 針對 酥炭酸資 即是我們說PC 它就要 提高反傾銷稅 這個東西 在大陸 的關稅是6.5% 它要台灣加上保證金 就是16% 所以你不用做生意 16%你怎麼做 那個額是否很小 你可以說小也可以說大 這個金額 375億新台幣 你就想一想 之前這什麼鳳梨息家 因為這個是 介鶴蟲 被禁止進入大陸 說真的 會不會 又是這樣看一看 有些東西可能 都不太行 驗一驗之下 你就糟糕了 是不是 那麼 如果倒過來 我開給大陸 但是 你又競爭不過大陸 說真的 這個就是台灣 經濟部門 不認真 因為 中國大陸加入 加入這個WTO之後 它的產品已經是造成了 很多國家只可以 調整 他們加入了WTO20多年 台灣就是沒有面對的 所以台灣 才會累積那麼多東西 不讓 這個 大陸 的東西進入台灣 那麼 中國大陸 也不是全部都是調查的 現在是 2509項 當然這個是 完全 不面對的後果 就是 產業升級 但是你講話升級會不會很困難 因為 你知道 民進黨的非那些地方 其實你叫它產業升級有些困難 哈哈 你要扔很多錢 當然 這些規定 中國大陸從2005年開始已經制定了 現在 突然之間 要跟你爭了 要跟你真是較真 跟我們之前說的一樣 以前 兩岸都可以兄弟相稱 現在 對對岸 你覺得別人 可以怎樣對你好呢 那麼 你都可以說 那我們就是 中財 你可以中財 我們都說過拖你十年八年 奉你你就是中財 沒有再提了 好像真的沒有 好像真的沒有 其實 你這樣看 沒有一個地方受得到 如果你突然之間 加那麼多關稅 你想一想 澳洲 如果要進口 澳洲 澳洲 大問題 那個 讓酒的行業大問題 現在不是希望 現在澳洲總理 去中國大陸 就是希望可以放 希望 希望對我們紅酒 可以放開一點點 他最後的 這個最後的 證明了 我都不敢說 我們淺資 但證明了我們之前說的 是一樣 你最後的 只可以跟中國大陸 搞好一些關係 就是這樣 你可以怎樣 我想問一下 你不是跟他搞好關係 你這樣 撐下去 後來就換了政府 政府換了才行 但是我看不到有任何的 趨勢是民主進步黨下屆不當政 那就是糟糕了 自求多福 當然 你說台灣人是不是很怕打仗 暫時我看到台灣人也是不怕打仗 因為他們沒有那種危機意識 這個老肇真的完全不了解台灣 台灣人一直都不怕 中共的飛機 其實一直都是這樣的 他一直都是不怕的 那些人 沒有什麼防範意識的 他講到台灣多堅挺 我想問一下你有沒有在台灣住過 他不是一直都在住 他這三幾年才去 你知不知道他們一直都不是很害怕 一直都不是很害怕 49年之後就有一段時間緊張過 但是 你是不是還是跟那些香港人自己 有沒有跟當地人接觸過 應該就沒什麼 有的話他們的影片都會看得到多少 以前就有 現在就沒有 現在他說什麼 現在用機器說 負責經濟的花姐 現在要做什麼 產業升級 但是 你產業升級 台灣傳統製造業和農業 衝擊多大 而且那些就是你的票 尤其是農業 譬如當年 開放美國的火雞 蘋果進口 就說果農會嚴重 結果證明他們的果農 都是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適應了 但是現在突然之間就有點難 你可以 不同大陸做生意 這個可以的 不同大陸做生意 重大衝擊 還有一件事不要忘記 兩岸 都是中國人 其實吃的東西口味差不多 對方可能用同等金額 反制 很可能就是EFA的項目 有些產業會不會消失呢 或者有人失業呢 我相信會 EFA 如果被中斷 當然 可能會發生很多事 台灣地區六委會 前副主席 趙建文他就覺得政府不應該再說空話 這個你就有些難度 不說空話 應該拿一些辦法出來解決問題 而不是解釋問題 他們這個是習慣了 好像我們昨天 應該是今早出了 就說這個 蒜啊 芒果 算了 是芒果 這個問藍話應該算了 這個芒果 其實 他其實 他現在當然是害怕 之後 如果再有其他產品 是怎樣 你最後不是說對岸 那些什麼政治打壓 OK 我就當是 你不要勝利用這些招 就算是又怎樣 說真的 是又怎樣的意思 我是指 是又怎樣的 你始終都解決不了問題 你解釋有鬼用嗎 人家現在是要你有個解方 你經常說解決方法 他們叫解方 怎樣呢 我想問一下 我就想問一下 你解釋的話 其實選民 是很 可否這樣說呢 是很現實的 你跟我解釋 一般選民說 你不用跟我解釋 你幫我解釋 你幫我解釋 一般來說是 幫我解釋 是嗎 那選民說 就是這樣 正常 當然 尤其是你們經常吹到那麼大 你比別人的感覺是更加高的 現在 如果EFA真的斷了的話 那實際上有很多事 大件事 大陸對台的政策 EFA相關的政策可能分 幾個階段 不過 原來一直來講 這個剛才我們說 台灣地區陸委會前 副主委 趙建文 他就說 大陸對台政策可以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就是讓利 第二階段 他講一個引述 就是 民工無客 第三階段 就是 經貿手段 這是他講的 其實第一階段就是讓利 老實說讓利已經是很多年了 但是 你也是要玩東西就沒辦法了 因為大陸市場 是 比較大 過去一直 都是以讓利 方式 給台灣 他們是不是一直以來都當了露諷 當然是當露諷 他們一直都當露諷 其實如果他真的有心 不讓你 拿正來做 當然你拿正來做 那你 你就知道是什麼 而且他們經常說 他真的很搞笑 他們說 民主進步多執政 跟大陸 一樣有生意做 因為未到這個時候 或者未到這個程度 連生意都沒有做 老實說 跟國民黨的時代比 是的 民進黨上台之後 大陸 其實 那就沒辦法了 因為你經常是張牙武斬 民主進步黨 又不肯放棄 台獨綱領 大陸 對台態度轉變也正常 會不會跟我說 不行的 我們換了 我們 有民主地方來的 我又想問一下 有民主地方 但是 台灣中國的部分 你覺得他會這樣 是被你亂摸的嗎 當然你現在 勾連西方和這些盟友 是的 當你勾連成功 最後 真是兩岸動武 你覺得他最多幫到你怎樣 現在烏克蘭都鬆鬆的 連主流西梅都說 好像雷聲大雨 很小 而且你不要忘記 烏克蘭國土 是比台灣省大 沒錯 而且那些人臭得很多的 不是 他們 軍事訓練不是掃地的 是嗎 就算扎尼斯基 那麼多人不喜歡他也好 說真的扎尼斯基 都不敢說 拿掃把來對付 不膽大佬 掃地爭嗎 真的只有你們是敢說的 那些事情 那麼膠癡 所以你說多恐怖 所以老肖說得沒錯 台灣人是不害怕的 但是 不害怕之下 是有很大的危機 好 今次節目時間到此 多謝各位 再見 拜拜